雲端的資料呢 都放在那個 應該記得網址吧 GG.GG 然後後面的話就Excel 斜線嘛 Excel 2 打個2 VBA 那其實蠻好記的 盡量就把這個網址給記下來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進到這邊 那後範例檔在這裡 當然你上個禮拜 如果那個檔案有存檔 你就直接開啟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練習到REPT啦 什麼LEN嘛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一個綜合練習這個 還沒講嘛 那所以呢 今天的話就來看一下REPT 如果我今天呢 利用什麼 RE 有講過嗎 講過了 那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那如果說這個啦 當然如果講過你 最好是一次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把重點複習一下 特別叫等於什麼 呃 等於 09 ok 一定要雙0號 前後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AND 然後這個儲存格 然後再AND什麼的AND一個-的符號 那 再來的話 後面的話就是要串接 打勾就可以了 你們打勾就有一個這個前面 後面的話就什麼 重複幾個0 就是用 你可以在這個前這個地方再一個AND AND什麼呢 一個串接 一個 特別主要 這個符號 一定要串接的這個規則 可能要熟悉一下 那ANDREPT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以從這個下拉式清單找到 文字 裡面找到REPT 這個地方 然後 repeat什麼 repeat0 0的話 因為是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這個一定要自己加 重複幾次呢 用3去減 3減掉LEN 那我們自己打LEN 然後算他裡面幾個字 刮弧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他就回來一個字 一個0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三個 減掉兩個字 那補一個0的意思 按確定 然後後面呢 因為只有補0 所以在AND什麼AND這個儲存格 然後打勾 然後再把這個007規則一樣 所以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來 然後再把這個立方改H 因為他是H欄 然後 抓取H欄的資料 到這邊做判斷 OK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 號碼就做完了 不過 你會發現呢 這個 方式如果不會的話 那當然你要 土法令官來做 很花時間 但是特別注意 方法絕對不是唯一的 一定還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呢 請各位把這個做完的綜合練習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所以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這邊改成Test Test應該還沒講到吧 沒有 OK 那什麼叫Test 顧名思義文字 那實際上的這個函數 他主要的作用 就是說 他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範圍 選取 選取他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是 向下選取 Delete Test 那我們如果說我要 重新再換成另外函數Test的話 那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Test他的 中文意思 他字面上意思文字啊 可是他實際上 的作用是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的文字 那什麼意思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假設 我今天希望把這邊的格式化的話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呢 這個這個地方會顯示到他的格式 那格式顧名思義啦 就表面上看到的 跟實際上看到的 實際上內容 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樣喔 那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按右鍵儲存格格式 制定一下 在 這個制定的 類型這個下面 我輸入三個零 意思就是說我希望 幫我把它格式化成三碼的意思 三個零就三個數字 按確定 你會發現08 這感覺 好像就是剛剛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可是實際上喔 你會發現 這個是表面的 看到的 但實際上的你應該要看哪裡呢 看這上面的東西 他其實 只是讓你誤以為你是08 實際上他裡面放的是 還是84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在做剛剛的動作 串接09 11然後一個減的話 再指向他 雖然你看到是08 但最後他還是出現84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喔 可以怎麼樣 你裡面放了資料 可以真的幫你轉換成 084的話 那可以藉由一個函數叫Tesle 這個Tesle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你希望喔 可以把它真的變成084喔 而不是表面上的話 那透過他怎麼用喔 這裡我把它Ctrl加Z CtrlZ的話就復原 好復原 那我可以在旁邊先練習 插入函數 找到呢 一樣是文字函數裡面的Tesle Tesle在這裡 文字有沒有 裡面的Tesle T開頭的吧 那特別注意喔 以後要看懂函數的使用喔 主要就是 看他裡面有幾個參數 兩個有沒有 一個是Value Value的值 給他資料對不對 FormateTesle Tesle一定是一串文字 什麼樣文字呢 其實就剛剛我們看到那個000 你就把那個000 放到 這個FormateTesle 但是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 你剛剛的那個看到的結果 就真的變成 一個文字了 所以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按確定 然後給什麼 給Value就這個 他的值 然後我要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就剛剛那個啦 只是說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因為他特別說Tesle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很多同學都忽略了 就錯 084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呢 他就真的你給他這個資料 他要跟你講 80有一個數字 前後沒有雙以後 然後呢 因為經過這個格式化之後 他就幫你真的轉換成084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透過Tesle函數 不用REPTIL 其實也可以喔 那怎麼按確定你會嗎 這個時候就084 真的是 文字的084 那做法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換一下 如果不用REPTIL 等於什麼 09 然後 and and什麼 and這個儲存格 所以前面做法都一樣 and 再一個減的符號 好所以前面打勾啦 如果你 一次做不熟練的話 可以先做 然後面的話就 and 那剛剛是用REPT 那剛剛是用REPT 現在的話就用什麼 用Tesle OK and Tesle 然後給他這個資料 然後給他我要三碼 三碼就三個零 四碼就四個 一直類推啦 以後反正 看你要幾個 就幾個零就OK了 按確定 好 有沒有084 那所以後面怎麼辦 後面一樣嘛 把這個複製一下 有沒有從and 複製減 然後複製這一串 貼過來之後的話 把G 改成H 那打個勾 就大功告成 向下填滿 那如果說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 前面的做法 是兩個函數 而且要用3去減 這個來看的話 那你說哪個比較簡單呢 當然這個應該比較簡單嘛 如果你用你應該會用這個吧 可是如果你不會那當然你只能會用前面的 如果你連前面都不會的話 那你只能 慢慢來 那就是沒辦法找下班 等下做完了 結果你還在那邊摸摸摸 你會發現現在職場上很多人的工作 真的就是因為不會這些東西 因為我看太多 你在幹嘛 那不是 我想說他應該很快做完 結果他沒有 他在那邊Ctrl C Ctrl V 在那邊慢慢複製貼上 我傻眼了 我想說你這樣可以混那麼久 OK 那因為他沒有沒有學過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不會了 那更不要說呢 像這個方法 他已經稍微快了 但是還不夠快喔 後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根本連寫程式 根本連輸入公司都不用 你直接把它寫成程式就好了 一個按鈕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那後面會教各位 再更上一層樓的方法 就是什麼 根本連程式都不用寫 那做法的話 待會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複製一個 拖拉加坎錯鍵 然後複製一個把它改成TES 點兩下TES 然後呢 那這個地方公視喔 主要是利用TES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其實這股浪潮慢慢會慢慢的醞釀當中現在很多企業在在在在那個 還沒有 按錯了 現在的話呢 一個浪潮啦 就是說現在企業在 找員工的時候 慢慢你會發現他面試的條件裡面了履歷就是要你的吧 至少你一次有要熟練啦 一次有的函數字才會吧不會說真的我請你來你慢慢摸我說真的我要教你 喔 那 最好是你還會寫VBA程式 甚至你會寫Python程式 那更好 所以 以後的話啦 我是建議喔如果說你希望畢業之後的一個工作機會會比別人好的話 喔那我覺得啊你要會一些當下 大家都需要的技能 當然除了說老闆會很喜歡因為你效率提高之外 第二個的話你的工作也比較快你會多很多時間你不用加班 喔 那再來的話你也比較有成就感吧因為你會覺得很被需要 像我以前我覺得會有很多東西 我在那個職場上感覺好像大家都蠻喜歡我的 都不會排擠我都很喜歡來跟我交朋友 因為他們知道說我可以幫他們很多忙 因為他們一整天的事情喔 我動兩下事情就幫他們搞定了 但也有時候也蠻困擾的 今天還是要低調一點 不然的話你會幫不幫不完的忙 OK 所以 請各位先試一下 來把上個禮拜 REPT 加LEN 改成TEST函數 非常討論 謝謝 發生